接下来请您认真观看节目 因为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助 为了一个孤苦艰难的生命 让我们共同园一个 它一生中最美好的梦 这个繁华城市 没有属于它的地方 它所拥有的 只有无尽的孤独 这艰难卑微的生命 却有着一个美丽绚烂的梦 有时候 梦如烟火般短暂 但没有人可以夺走 那最干净的凝望 谢谢大家 有没有一声传 能让你不觉得我 看你看我 观世的眼来像梦一场 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输有人浪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对着多少对你的指心话 什么就心不良 什么痛忘不掉 想牵着就不可能会逃亡 你有别哭 我依然是你 三明的故事 你有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盲人 失心的追逐 你的苦 我依然是你 我也要 有人笑 有人输有人输 有人输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对着多少对你的指心话 什么就心不良 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 就不可能会逃亡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 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盲人 失心的追逐 你的哭 我也有感觉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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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对着多少对你的指心话 什么就行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哭 我也有感觉 朋友别哭 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 朋友别哭 我陪你就不孤独 人海中 难道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人海中 难道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Sensei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乐意 唱买 尘汤内 开始终结宗事 没变改 天边的地漂泊 百魂爱 情人别逃 永远再不来 无意得错 放眼 真心爱 星花谁会丢借 胆会再开 一心所我因弱 责不云爱 扶去 翻起爱行 在世间 难逃逼冥惑 相差 经不可知感 还我应该 伤心的缘分 在世间 难逃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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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惑 在世间 难逃遍 冥惑 在世间 难逃遍 冥惑 记得好接近 说我应该 深深舍远方 不可以分弃爱恨 在世间 难逃并迷惘 深深 竟不可之分 那我因此 相熟是缘分 是缘分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这次我将一句不回头 走向那条慢慢永无至今的路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 开你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请到身处人孤独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没挽回我将远去的交代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 是否这次我将成功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是否这次我忍住 是否则 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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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我漫步在复癢下 看见一堆连人相互相互 第一位 那一刻 Gul 忘了 是用伤心头 沙葉艳我泪如雨下 昨夜握紧在泪中 望着戒对每一栋孤独 那一刻仿佛回到中间 不由的我一泪流满面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而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 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 从起点对一起说再见 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 在回望来路的时候 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 彼此还却乒乓一微笑 我们像朋友们回首道别 转过身后一泪流满面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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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 当我想你的时候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孤寂 当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孤寂 当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 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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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想你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 像是温馨的墙 囚禁你的梦想 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 候鸟失去了南方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 渴望一双翅膀 放手让你飞翔 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 听从凋谢的时光 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牌 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 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 抛开诺言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说分手 在何不说 我对管我还带你 让你 records 我只求你 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 像是温馨的墙 究竟你的梦想 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 候鸟失去了南方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 渴望一双翅膀 放手让你飞翔 你的羽翼不该搬随玫瑰 听从凋谢的时光 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盘 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 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 抛开诺言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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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说分手 说分手 爱老 millimeters 你 emotional 没有犯族 对儿 真爱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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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跟势已飞 只剩五月照今生 画佛多神仙 小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庞江河 唐湖 唱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任世已飞 只剩五月照今生 画佛多神仙 少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半江河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任世已飞 全身赴约照尽尘 我不顾身陷 修理朝英雄 赞造一个辉煌的寒江和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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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一生只想往前飞 心遍千山和万岁 一路走来不能回 果然会说情依略 身不由己在天边 才明白爱恨清凑 最伤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成心碎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与他风吹 付出的爱受不回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双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啊 beh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遇到风吹 不足的爱受不回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遇到风吹 不足的爱受不回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啊 啊 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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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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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有事 就与他永久别离 未去想那非和事 未记起从前明知 佳玉 在这个时刻 柯文哲突然弄了一个介入片 阿伯回来了 把他一二四晚上 那个焦虑不安 拿个ban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傻在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丢出来 真的为了2020吗 现在民党跟他的关系 还有可能修复吗 其实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之前的民调 大概就已经知道说 胜负的差距是交给老天爷来决定 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在选前的民调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柯文哲是已经输给丁守中3% 但是是在误差范围内 所以最后柯文哲能够顺利当选台北市长 其实主要当然还是天命啊 那既然有这个天命 柯文哲有没有机会顺势挑战2020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 因为毕竟柯文哲 这次经过蓝绿的夹杀 成为台湾雄大部位之后 他要走自己的路嘛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士林大同的补选里面 他跟民进党划清界限 一方面也是要表态说 我已经不需要再靠绿营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现在对绿营的态度 其实相较于过去 很明显的 他是保持一个相当远的距离 也就是说过去在很多的 例如说议长选举里面 他可能会愿意跟民进党合作 但是现在他连谈都不愿意谈 包括这次的立委补选 他也不愿意跟民进党谈 而反而大家认为说 他反而跟国民党会比较好 他去安住陈景祥 这是现在所传出来 陈正宗所提到说 柯文哲有透过一些人 来去跟这些有科议员讲 请他们支持陈景祥 所以这个在过去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认为说柯文哲 现在其实是试图去往蓝营 去抢浅蓝的票 因为柯文哲他知道 他已经拿到一些浅绿的票 中间选民的票 而在这次台北市长里面 他发现浅蓝的票 其实是游移的 其实不是他可以牢牢掌握的 最后可能浅蓝会归队 那如果柯文哲有机会 想要顺势挑战2020 他一定要能够拿到浅蓝的票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他开始想要从中间 再往浅蓝去靠拢 能够牢牢地抓住浅蓝的票 他才有机会挑战2020 而陈思雨的当选与否 我觉得跟柯文哲挑战2020 不一定有绝对的相关 因为陈思雨只是柯文哲一个试金石 他想要知道说 一方面他是表态说 他跟绿营划清界限 另一方面借由陈思雨的选举方式 他会不断地去修正 2020如何推出一个立委人选 是有机会当选 然后又可以让柯文哲 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柯文哲的布局跟计划 其实整个谋略 他都算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心机这么重吗 应该是说因为柯文哲智商比较高嘛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 其实他内心里面都有一些计划跟想法 而柯文哲这个人 其实他也不需要什么目瞭 你也发现说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选举的顾问 或操盘手 他自己就是自己选战的操盘手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谋略 都在他自己的心里 过去的人情王一定是柯文哲 他也享受了所有的媒体 跟网络的关怀 可是现在被韩国瑜抢去了 我最近好久没有听到柯P 阿伯的生意了 结果他现在什么 弄了一个选举的纪录片 阿伯回来了 对 宝贞哥 现在大家在看关键时刻的同时 其实可能八点多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网络上看这个影片了 柯文哲的纪录片 他在今天晚上首播 他播出什么 他播出台湾过去 从来没有过的政治人物 所拍的这个过程 你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吃便当 这个时间是11月20号的晚上 6点半到7点的时候 开票的时候 他常在吃便当 他常在看开票 越看着 面越临重 他想说 我这些可能我要落选 你看 开票的过程 晚上6点15分的时候 他越看 然后旁边的拍记录片的幕僚 就问他说 阿伯你会输哦 他说对 我可能会输哦 这怎么办 输了以后 整个台北市场就会卡住了 他把柯文哲当天晚上 在看开票的过程当中 那种忐忑 以及频频 转过去看票数 落后100票 落后200票 怎么办 然后呢还有一个镜头是 他拿着他的便当 就站在他市场那边 看这个电视 连续看了好几分钟 傻掉了 一口饭都没吃吗 阿伯那天晚上的 辛勤的整个焦虑 就是这样子 好 杰哥你看 一口饭都没有吃 也没有辛勤吃饭 他在看这个开票的过程当中呢 他手上拿了一个幕僚 准备的便当 就站在这个市场市的门口 就在那边看那个电视 电视在这个墙的后面 足足看了超过30秒 傻掉了 所以柯文哲其实内心在开票的当天 虽然事后都讲说 我凉血压 我这个心跳什么 假装很坚强 可是其实这个纪录片要告诉你 阿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 所以宝洁哥这个时候 才刚刚上任两天 居然出这个纪录片 你觉得他要做什么 不是我不懂啊 就是 我觉得看这个东西 我会心酸啊 我如果是柯粉 我会觉得阿伯好可怜 没有叫阿伯在那个晚上 他心里面受了这么多的折磨 对 宝洁哥你讲对了 如果你是柯粉 你会很心酸啊 原来我们所支持的阿伯 他曾经这么脆弱 他在办公室等待失败的来临 就最后奇迹发生了 他没有输 所以宝洁哥 这个影片拍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这样 可既然都赢了 那就糊糊掉 这个影片就跌地掉就好了 不用放了嘛 就因为我还是强者 我干嘛把我脆弱那一片给他 我是狮子做嘛 我是王者嘛 没有 王者需要示弱 当柯文哲他居然示弱 把影片放出来的同时 就是宝洁哥讲的 他要把柯粉那一种 我一定要支持阿伯那个情绪 顶到最高 因为阿伯可能要选2020 因为他可能要选 他需要更多的人出来挺他 他需要更多人 避免当天 这个迷惘的柯文哲状况再发生 不要再迷惘了 不要再犹豫了 不管未来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我只要出来选 我挺陈世宇 你就支持陈世宇 我选总统 你就支持我选总统 不要再让我在电视前面 看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是舒适 所以说这个纪录片是他的攻击号角 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 在告诉所有柯文哲的支持者 当然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 他说这是我的事真的记录 可是他的过程 你再看 整个过程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说 原来那一天晚上 柯文哲在面对蓝绿夹杀情况之下 他是非常可能败掉这次选举的 所以如果你是 他是有焦虑的 他有不安的 他有痛苦的 如果你是磕黑 你就往他的痛处打 如果你是磕粉 你就不要让他再一次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彷徨无助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 就是告诉人家 你如果支持柯文哲 你不要再犹豫 你必须把所有的票 全部投给他 副市长陈俊俊 他也公开讲了 他说他认为 其实柯文哲是有心要选2020的 他一个健身观察 他觉得说 这个我是副市长 他是市长 我看他这么久 他应该是要选 但是要先看明年的风向 那明年的风向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蓝绿到底是推谁 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在立委的补选当中 他到底能不能发挥 我自己之外 我还可以推所有我的代言人 而这个意向 就会跟王金平一样的套路 立委们会夹过来 大家就要说 我要选立委 我到底要是跟王金平合作 还是要跟柯文哲合作 如果跟柯文哲合作 会有效果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人选过来 要跟柯文哲合作 法杰克他有一点就是 他不只是在这个媒体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他在整个的局势上面 有这样的布局 他还跟管中敏 他各方结缘 跟管中敏 管案是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对 但是你知道在管案成埃落定之前 柯文哲曾经跟管中敏 在11月24号当选之后见过面吗 见过面 他们曾经见过面 因为一个是台大的教授 他也是台大的教授 他们曾经见面 柯文哲在跟管中敏沟通过的当中 他承诺管中敏 如果我能做到的 我会帮你 所以你记得吗 我是台大教授的身份 认为应该让管中敏上任 是谁在跟蔡总统见面之前 公开对这个案子表态 认为管中敏应该上任 就是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讲完之后没过几天 管中敏真的上任了 所以呢 他跟管中敏释出了讯号 他跟台大的这些 医界跟学政也释出了讯号 他同时还跟谁释出讯号 谁谁 他跟绿营的人释出讯号啊 你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陈明文 陈明文是小英的大将 结果现在陈明文的儿子 居然跑到台北市政府去当副发言人 他叫陈冠廷 当然年轻人优秀应该给机会 可是这个关系也太敏感了吧 陈明文的儿子可以进到我市政府 李嘉靖的儿子也进到市长室 去当一个专门委员 一个国民党 一个民进党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在蓝跟绿方面 他已经全面的布局 我有网路 我有年轻人 我有蓝绿的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派系 我还有医界跟学界 这是柯文哲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看后续怎么做决定 韩国瑜我就是问 那我直接去问你啊 像你旁边站的这个市长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男人世界里面的 属辣 没有担当 昨天晚上不是有超级大月亮 王议员看了没有 68年来最大的月亮 你看了没有 秉员 秃子跟着月亮走 你听过没有 谁是秃子谁是月亮 你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瑜 那韩国瑜圣杯 第一个出来三个都是圣杯 据说非常奇怪 三个圣杯 各位来看最后的 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前虚报应 公元 公元行满有心儿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他四十年前应该做过善事 四十年后别人要回报 一定会功德圆满 所以他选上了高雄市长 各位来看这个签是上上签 那你更重要的是这一首 但把精神上佛词 所以各位去看 这次高雄市长选举 你韩国瑜看到庙 你尤其是佛教的庙士 庙观 他一定虔诚的祭拜 所以他为什么三番两次 去看心盈大师是要受佛的 就是证明了 刘炳伟他签诗里面 讲的这些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收散订阅 小乐秘资目 学剧营 逆erma 二cial Atlantic 二艘影俊 带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未有马 决之歌 coloc Larry told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作词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 se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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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战九河山 古来共难全 江山鸡居残 黄尘同时可怜 文章写不知 悠悠沧桑树 悲欢岁月今无期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仍是已非 只剩赴约长京城 莫护护神仙 修礼仇英雄 莫护护神仙 莫护护神仙 修礼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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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护护护神仙 莫护护神仙 修礼仇 待锁流 未经 Leithing 造型 百 Finanz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葱在柴后 共与后人说 多少心酸花因果 爱战九颗山 古赖宫南城 江山几句城 黄山冲诗何年 文章写不尽 流游沧桑时 悲欢岁月尽无情 长江朝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任势已飞 只剩五月朝清晨 莫复独生仙 小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岸江和唐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说 重新联盛 先出来了 青山 岳江湖 tä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山依旧仍是一妃 青山赴约赵青城 国父独身仙 小丽朝英雄 栽造一个归光的满江河当主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仍是一妃 春山赴约赵青城 国父独身仙 小丽朝英雄 栽造一个归光的满江河当主 栽造一个归光的满江河当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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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大败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台湾人教训民进党 诶 那2014年2016年台湾人 不是才刚教训过国民党吗 教训来教训去 我们台湾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一年一年左一年右一年 王小二会不会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到底我们台湾人 有没有把心想清楚 我们到底要什么 台湾人到底要什么 至于在清朝帝制崩溃之制 有说甚至连孙中山 亦都与freemason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他在革命期间 奔走日本、美国 接受两地之助 并且加入了鸿门志工总堂 鸿门在各地的会堂废号 并不是充满中国特色 反而是与freemason相同 亦都是以圆规、各赤所组成 而鸿门的红字 亦将与共济两个字加起来组成 甚至连纪念革命烈士 黄花江七十二烈士的纪念碑 亦都充满着共济会的色彩 主碑是方尖碑形式设计 上面是金字塔加OCI 后面是以石块砌成一个金字塔 塔顶站住自由女神像 国共内战后 共济会 亦即是美生会 Mason 搬出国民党 退守台湾 蔣中正总统的仰子 蔣伟国 曾是美生会的总会长 因为你们最厉害的是哪个字呢 Sam Sam 是Samuel的简写 西方一个很普遍的名字 如果 你查韦博士大字典 Samuel 第一个解释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The name of God 上帝的名字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犹太的教授 Arizona 这个University of Arizona 告诉我们的 他十多年前在耶鲁大学当心理学这个心理中心主任 他说犹太人每天晚上一样祷告 他有一天跟上帝祷告呢 他就说God I don't like your name 我不喜欢God这个名字 Do you have another name 你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他就祷告 waiting for answer 国内下来 突然听了个声音叫Sam 怎么会听那个Sam 他说从小到大 也没有觉得Sam有什么特殊性啊 那会不会是朋友 有兄弟同事这个同学 有没有叫Samuel啊 他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听那个Sam 是不是幻听 他学心理学的 他不甘心 就查韦伯斯大字典 结果一查以后 看到希伯来文第一个解释的Name of God 霍然而通 上帝回答了他的祷告 所以他就深受感动 他决定 他把他的一部分时间呢 要来研究这个领域 但是耶鲁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学校 他就跑 跑到University 阿尤章拿 創立他自己的王国 所以我们去拜访他才知道有这个字 所以我们一世果然厉害 常常是一片两框 如果敢在所有媒体前面讲说 我们要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真的我们开始马上转向 我们马上就开始 这是老蒋的讲法 对 老蒋说要反共大陆 丁守东也是这样 他是商民主义统一中国 你如果讲清楚 我们是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唱夜席 那我们真的所有人都开始转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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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 月色茫茫 星月无光 只有昂生死也回荡 只有光花到处美养 叫紧着一手握刀 想听永远迭生的 并见在气泪的原野上 我们也快四面 我们而他方 无声无息 无声无息 转向地人的心脏 转向地人的心脏 只等那星号一亮 只等那星号一响 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 打一个轰轰烈烈的声唱 未来我当高雄市长 我在这里跟所有高雄 做的业心务 谁来高雄投资 换到我十个工作机会 十个工作机会 我当市长 心里握握你的手 给我一百个工作机会 你就报告一下 给整一千个工作机会 我就起里面脸一下 如果以外有工作机会 来高雄投资 给高雄一万个工作机会 我就宠生相继 玩要给你生效 对 对 对 这位陆琳琳 去玩要陪你报差了解 是不是很开的 对 对 主委主委 我们是因为我们算比较年轻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对我们这个年轻族群 你有什么想要对年轻族群说的话吗 下一代台湾年轻朋友会非常辛苦 是 整个台湾的经济 已经开始弱 越来越弱 是是是 所以我们 这一代五六十岁的人 必须 好好好好做实事 是 真的把产业弄起来 把经济弄起来 否则我们对不起二三十岁年轻人 也希望年轻的朋友 多多培养自己的实力 迎接下一场的挑战 未来的挑战 只会越来越辛苦 要做好心理准备 发挥台湾人的聪明 运用灵活的政策 选出优质的政治人物 带领着台湾 我们一起来打 好吗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一定能成功 来拿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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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此时我们看到舞台之上 摆放了这么多的乐器 大家可能有一种惊讶 紧张 哎呀不紧张 哎呀行行行行 不紧张不紧张 破浪花的国父 为我们带来一首功名 掌声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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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呃 海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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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